109年全大運首次新增緊急啦啦種類 學手們興奮之餘也在訓練上下足功夫 期許能首闖全大運電堂便報回第一名的好成績 之前因為基尼納拉隊它這個項目都是大專盃 這樣子獨立的盃賽 那其實也是很隆重 人數也很多 那這一次它是第一次把它放到全大運 就是大運會的整個賽事運動會裡面去 其實對於所有全隊的人都是很激勵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拿到第一名冠軍為台體真榮譽 此次全大運競技啦啦隊將參加五人制男女混合團體組 以及雙人組的彩球項目 因全大運延期難免造成選手們的心理負擔 但卸越教練帶領他們突破不安 並加強對上在技術上的熟練度 這一次的全大運是延期辦理 那我們之前那個時候在五六月 其實就已經要把它比完賽了這樣子 那說實在話 那有一些隊員他可能也有其他的人生的規劃 所以對我們來說那一次 雖然是就大環境也是延半因為習慣肺炎的關係 可是對我們來說其實我們調整的非常大幅度 就是包含選手成隊的隊員等等 心理上也是因為拉的比較長 備戰進入倒數階段 除了維持平時練習學準外 教練更專注預防對袁壽傷和熟悉比賽流程 希望他們能在全大運獲得家機微笑爭取榮譽 記者林金如 伍婷怡 台中報導 我們要到